為什麼前面要放這些公仔啊 放這些公仔很討厭耶 都擋到我後面要拍的鳳儀書院了 哇你看有公仔耶 我們跟公仔拍照好不好 這樣的公仔味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大家好 我是真真有意思的主持人 我叫做雨貞 沒錯今天我們來講的就是鳳儀書院 其實鳳儀書院呢 它有三個三大被大家質疑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樣子的公仔 放在這個古蹟前面 到底它應該怎麼辦呢 其實會放這些公仔 都是為了要做一個科普化的教育 讓小朋友來的時候知道 這個書院以前是在幹什麼的 鳳山以前又是怎麼樣繁華的程度 那其實我們會覺得呢 這樣子的公仔它其實是有教育意義的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 最後可以讓這些公仔移退呢 就是我們認為它可以跟VR跟AR的科技結合 讓別人來到這邊的時候 是用實境的體驗 然後去知道說過去這個地方 這個鳳儀書院它是用什麼樣子的用途 可以去解決某一些 大家覺得這樣子的公仔 會擋到後面的這個古蹟的問題 不過有的人是覺得這個公仔蠻可愛的啦 所以呢未來會怎麼樣 我們就一起來討論吧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鳳儀書院目前只作為一個觀光的用途 可是其實我們覺得鳳儀書院 它應該是要讓所有高雄市民 跟鳳山區的市民可以來到這邊 進行這個生活休閒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場所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邊提出 我們希望可以把鳳儀書院以前的這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變成是高雄市圖書館的一個古書分院 或者是說一些特別的書籍的一個分院 那這樣子一來我們就可以讓這個地方 它不只是一個觀光的用地 它是可以讓大家來到這邊 因為既然目前高雄市民來到這邊是免費的 那我們就應該要想辦法去讓更多人 更想要進來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的圖書館設置在這邊的話 大家就會來這邊借書來這邊還書 可以連帶帶動周邊的這些居民 或是帶動周邊的這個景點 讓這邊變成是一個聚落 變成是高雄市民可以來這邊進行生活休閒娛樂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一個可以讓觀光客來的地方 抱歉 抱歉 睡覺打擾 像大家看這個鳳儀書院啊 就是那些公仔其實都可以讓小朋友上去玩 然後家長就會帶小朋友一起來到這邊 你看小朋友看到這個就會很興奮 他們就會想要去跟那個公仔一起玩 爸媽就可以帶他們來這邊 就是進行一些比較教育性 學習性的這樣子的 讓鳳山變成是一個學習型的城市 你看看 很可愛吧 好熱喔 熱死了 太陽超大的 沒錯 這就是熱情的高雄會出現的現況 就是太陽超大 所以我們其實提出鳳儀書院 它可以開放夜間的時刻來讓別人觀賞 其實鳳儀書院呢它曾經得過一個獎 就是美國的這個夜間照明獎 你就是說它夜間是很美的喔 可是問題是鳳儀書院它其實是沒有開放到夜間的 所以我們當然知道 有可能會有一些就是這個營運上面的問題 比如說拉長公司之後啊 可能勞工沒有辦法有這麼長的上班時間 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它可以在特定的時間 然後做夜間的開放 比如說暑假的時刻啊 然後可以讓小朋友或者是說讓一些上班族 他們可以在夜間的時候來到鳳儀書院來觀光 來到這邊借書 然後來到這邊生活 這就是我們提的第三點 夜間開放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對於鳳儀書院的三點 這個大家所質疑的東西 還有三點我們可能未來可以推行的一些政見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什麼意見或者是有什麼建議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我是真真 掰掰 今天也沒有猶豫吃 掰掰